天上飛 街頭鑽 物流至盛 唯一快不破 物流拼速度現在可都是以分鐘再計算的 那麼關鍵就在我手上這台智慧型的車載電腦 我們要帶您直擊MIT產線 不怕淋雨潑水 再從80度急凍零下40度 對它忽冷忽熱也無所謂 全球第一台4G車用電腦夠耐操 北美澳洲物流車隊靠它使命必達 就連台灣可口可樂麥當勞 倉儲調兵潛將也用它 工業電腦龍頭大廠2014年營收357億台幣 壓寶智慧物流車載電腦組裝SOP首度曝光 原來know how就在作業員眼前這台螢幕 機型再多零件再複雜 螢幕了然不會亂 左通道 右通道 再來要確定喇叭不會裝容作啞 網路會通 GPS有到位 這還沒完 在冷氣房裡通過測試不算什麼 這個烤箱設定40度車載電腦得在裡頭 待上8個小時才算合格 例如是一些高溫的地區或者是一些機房甚至是一些比較酷熱的環境部分 通過考驗的車用電腦還攻進中南美洲智慧巴士市場 領軍打仗的是一個不到40歲的花蓮孩子 大家看 以標準落下的實驗之後 那這功能還是完整的呈現 對自家電腦有信心不怕多摔幾次給你看 六年六班林維佐 六年前從老家的貨車行生意 嗅到了物流商機 以前我常常聽到我父親說 他最專長的事情其實不是經營車隊 是處理事故 台大電機研究所畢業 林維佐從越領40K國防替代一南 翻身帶領百人團隊的車載電腦大將 15年馬步蹲得低 最辛苦的時候應該是說 從研發人員轉職變成PM的時候 對我個人而言最suffer的是那段PM 現在林維佐也坦言把車載電腦火力 集中高規機種 出貨量和電商熱爆發性並沒有成正比 不過看好未來每年兩位數的成長 孤出另一支一元經濟母 東森財經新聞 葉種隆 魏林彥 台北報導